台湾男星邱泽出炉鸡马影后谢银轩以及导演徐玉婷 11月25日现身香港出席亚洲电影节闭幕里 由徐玉婷、许志燕指导的随先爱上他的 在台湾票房破5000万台币及1110万人民币 当晚闭幕里上又传出捷报 徐玉婷获得亚洲新导演奖 真的要恭喜一下徐导演了 真的是很兴奋 但我真的不知道说原来也只有一个新导演奖 然后我刚才了解整个状况 因为我们来了以后就一直忙着做 帮忙做宣传各式各样的采访 所以我刚真的吓了一大跳 另外早前入围金马奖影帝最终败振的邱泽 被阎锡攻略制片人余正炮轰 称邱泽哭着喊要演他的戏 结果被安排了男三号角色 却临开机前透过经纪人表示此演 不知道邱泽如何看待余正的指责呢 当时金马奖其实是我完全身上没有手机 在颁奖典礼上 那我也是事后才了解 透过经纪人的说明 那应该是党旗协调不够周全 对所以造成了一些误会 所以对余正导演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们之前欢迎过了 谢谢 谢谢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